这个男人紧紧抓住这个残疾女孩的脚 无视身后拖着扭曲身体 简单反抗的女孩 自言自语的说着话 突然他开始亲吻女孩的脚 身后的女孩反应更加强烈 但这对男人产生不了丝毫威胁 这个男人名叫中都 而今天正好是他出狱的日子 没有人来接他 在寒风凛冽的韩国街头 他还穿着入狱时的下罩 却用身上仅有的钱 为妈妈买了一件毛衫 走向记忆中的家 当中都好不容易回到家时 却发现家人早已搬走 而自己也不知道任何家人的联系方式 无处可去 寒冷饥饿的中都 只能先去填饱肚子 可他因付不起饭钱 再次造访警察局 但也因此联系上了弟弟 终于回家见到了家人 第二天 当中都拿着果篮 去看望两年前 他撞死的清洁工家人时 正好碰见那家的哥哥 准备扔下换了脑袋的妹妹搬走 中都小心翼翼 提醒哥哥 忘了妹妹公珠 公珠哥哥却劝他 不要多管闲事 或许是明明中 缘分早已填注定 也或许是因为中都的愧疚与善良 从这一刻起 中都公珠 命运本是平行的两人 有了交集 晚上中都结束饭店送外卖工作后 来到工作家的楼下 等了很久都没有进去 在回家的路上 中都骑着摩托车 追赶着巨族的排斥车辆 高兴地叫喊着 一不小心摔倒 却也因此丢了工作 家里正在给中都擦药的大嫂 劝停指责中都 幼稚的哥哥 但他却在哥哥走出房门后 直接向中都坦白 家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中都 要是没有中都 家里的日子会过得很不错 中都听完大嫂的话 没有说什么 只是用带着 略有苦涩的笑容 看着大嫂 现在的中都 社会不接纳 家里人也把它当作一个麻烦 或许是想到 同样被社会 被家人抛弃的公珠 中都有一种 找到同类人的亲切感 第二天他就拿着话 来看望公珠 但当他遇到公珠的邻居时 却假装成外卖员 说是一个叫红中都的人 送的话 等下了楼 中都看着阳台上 公珠晾着的衣服 若有所思的 想了想 返回楼上 学着邻居的样子 拿出钥匙 打开公珠的房门 一进门 中都就毫不掩饰的 向公珠表达自己的爱意 说明自己的身份 说着中都就控制不住的 倾起公珠的脚 他无视公珠的反抗 大胆的揉住公珠 公珠无力反抗 最终在愤怒中 晕了过去 看到晕过去的公珠 中都也慌了身 提起裤子就要跑 刚走到门口 或许怕公珠一个人 在家会出事 中都又返回去 把公珠抱到洗手间 用水交醒公珠后 落荒而逃 跑出门的中都 把自己的怒火 发泄到路边的指示牌 和路锥上 带着羞愧和不敢 逃离这个地方 晚上被吓到的公珠 躲在被窝 暗自抽携 他真的像中都 说的那样漂亮吗 他也可以漂亮吗 或许是中度的冒犯 让公珠想起 他也是一个女孩 早晨公珠就起来打扮自己 就在他艰难的 给自己涂喉红的时候 邻居男友打开门走进来 一直以来 邻居都把这里 当作他和男友的秘密场所 他们无视公珠的目光 肆无忌惮地 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好像公珠 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虽然公珠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但加上昨天发生的事 公珠内心还是泛起泪漪 她应该也有爱的权利吧 于是 公珠拖着扭曲的身体 拿到中度留下的名片 拨通了上面的电话号码 当中度再次来到公珠的住处 公珠安慰着紧张的中度 询问中度 为什么送他话 中度害羞地回答 自己也不知道 随后 中度说起公珠的名字 公珠就是公珠 他自己是将军 红江雷的子孙 那他就是将军 公珠询问起中度的生活 中度都一一回答着 当中度听到公珠 很羡慕有工作的人时 没有说话 想了想请求公珠 让自己带他出去转转 中度知道 公珠羡慕的是 能自由支配自己神体的权利 中度把公珠抱到天台 公珠望着天空 中度看着公珠 现在他们仿佛找到了 另一个自己 或许是终于找到 不嫌弃自己的人 也或许是有了自己 要守护的人 从这天起 中度不再无所事事 他跑到哥哥的汽修店 开始学修车 当然 经常去看公珠 帮公珠做甲午 也成了中度生活中的大事 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中度知道了 自己和公珠一样 最喜欢白色 不同的是 中度喜欢夏天 公珠喜欢冬天 中度喜欢炸酱面 公珠最讨厌豆子 他们就像普通的情侣那样 了解彼此的喜好 有着对彼此来说 都很特殊的逆受 这天像往常一样 在中度为公珠唱歌时 公珠突然说 自己很害怕 画上的黑影 中度看着那幅 有着绿洲画面的毛毯画 安慰公珠 那只是数的阴影而已 但公珠表示 自己仍旧害怕 中度就像安慰小孩子一样 说自己会用魔法 让黑影消失 她嘴里胡乱说着 一大串粥雨 虽然阴影没有消失 但公珠却被中度斗得笑起来 暂时慌极恐惧 等中度回到自己家 还不忘给公珠打电话 哄她睡觉 第二件 为了和公珠约会 中度趁着大嫂睡觉的时候 偷偷从她钱包里 拿了点钱 地体上 公珠羡慕地 看着打情骂俏的情侣 幻想着自己也像正常人一样 和中度撒娇 开心地笑起来 中度看着开心的爱人 虽然不明所以 但也变得开心起来 下了地铁 两个人刚走进一家饭店 准备吃饭 但老板还没等两人坐下 就以要打烊的借口 让两人离开 中度听到老板的话 看着顾客一样的目光 在店里走了两圈 仔细想了想 还是推着公珠走了出去 她不想自己和公珠 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就让公珠留下不好的回忆 去不了饭店 中度只能带公珠 来到各个的祈求店 在中度打电话就外卖时 公珠再次幻想 自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 她和正在打电话的中度打闹着 一不小心 把中度的电话打掉 中度明显生气了 但等公珠掉下眼泪 中度却又安慰起公珠 公珠多想自己和中度 就像正常的情侣一样 她一场正常人的恋爱 当两人一起吃着家密室 中度向公珠说起 自己昨晚的梦 中度梦见自己和公珠跳舞 从毛坦画上下来的印度女人 小孩和大象 也为他们伴舞 两个人都渴望正常的恋爱 但也从未因对方的缺点 嫌弃过彼此 约会结束 中度开着店里客人的车 送公珠回家 但却不幸地遇到了堵车 她没有因堵车而烦躁 而是把公珠从车里抱出来 伴随着车内的广播声 二人在高速公路上 叫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虎步 恍惚中公珠仿佛没有了身体的束缚 绿洲里的印度女人 小孩 大象 也出现在公珠的小姑 这一次是他们两个人 共同的幻想 幻想里有对彼此的爱 也有对未来的期盼 幻想的事情 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的 可现实不是这样 开车回到店里的中度 看到的却是突然来取车 等待已久的客人 但客人没有刁难中度 只是埋怨了一下 开车离开 可哥哥却因此觉得中度越发幼稚 一点都不像大人的样子 他拿出铁棍 像打孩子一样 把铁棍一次又一次 落在中度的身上 但这点痛 对于沉浸在恋爱里的中度来说 并不算什么 快乐的日子很快 这天 中度认真的给公珠洗过头后 带着公珠来参加妈妈的寿宴 中度想把自己仅有的朋友 介绍给家人 可当中度刚介绍完公珠的身份 哥哥立马就变了脸色 把中度叫了出去 原来 当年撞死清洁工的不是中度 而是中度的哥哥 因为哥哥还有一家人要养 中度又有钱客 就替哥哥顶下了这项罪命 现在中度带着清洁工的女儿来 哥哥认为中度是在暗示什么 饭桌上大家都沉默不语 只有中度自己笑着 说起小时候的事情 吃完饭拍照的时候 中度想让公珠一起合影 但哥哥粗暴的把公珠推到一遍 中度健壮什么都没说 推着公珠走出去 剩下的人也没去阻拦他们 继续完成了合影 走出门后的公珠 向中度表达着自己的愤怒 他不让中度碰自己 也不想回家 中度见自己怎么也哄不好公珠 本想扔下他自己走 但刚走几步就又舍不得 反回来带公珠去KTV唱歌 唱歌房内唱完一句的中度 想让公珠也唱一首 可公珠用尽全身的力气 憋红了脸 也没能唱出一个字 结束唱歌等地铁回家时 公珠在中度背上艰难地 哼出几个字 再次幻想健康的自己 为中度唱歌 如果能看到健康的自己 即使那是幻想的 也足以让公珠开心许久 中度很快就把公珠送到家 可就在中度要离开的时候 公珠拦住中度想让她留下 但两人在床上缠绵之时 公珠的哥哥嫂嫂 前来看望公珠 他们看到床上 只身裸体的中度 公珠二人 都以为中度在强奸公珠 公珠的哥哥嫂嫂 没有害怕丢人 没有鼓励公珠的清白 没有问清原有 而是喊来旁边的邻居 让大家一起目睹眼前的景象 就这样 中度在旁边中人 一轮纷纷的声音中 再一次坐上了警车 警局里感到的中度哥哥上来 就是对中度一顿打 直至中度流出鼻血才停止 而公珠的哥哥 也并不真的在意公珠的清白 他把中度的哥哥叫出警局 明确表示 只要他给钱 这事就能解决 但中度的哥哥 哪会为中度除这个钱 他巴不得中度 再次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断然拒绝了 公珠哥哥要钱的请求 说自己早已不认中度这个兄弟了 看来只能走司法程序 但在警察审问公珠的时候 公珠因为太过激动 说不出来话 警察也没有等公珠 平静下来再审问 而是把旁边公珠嫂子的回答 直接当成公珠的公词 记录下来 当警察要把中度 押往其他地方的时候 公珠用头创记着文件柜的前面 表达着自己的抗议 却被警察们误一味 是在表达自己的冤屈 在这里 除了中度 没有人理会公珠 也没有人想要去理解公珠 在他们看来 公珠和一个职务人 差别不大 面对误解 中度没有辩解 也没有委屈 他想的是 如果自己入狱 他的公珠 谁来守护 中度在母亲带着牧师 来为自己祈祷 趁着警察放松警惕的时候 跑出警察局 中度现在只想为自己的公珠 做最后一件事 中度弄来一把锯子 怕到公珠窗户边的那棵树上 用锯子一点点剧掉 那些倒影在毛毯花上的书影 剧掉公珠内心的恐惧 在公珠的心里 亲自画上一片绿洲 而躺在床上的公珠 看着毛毯花上 剧烈颤抖的书影 知道是中度来看她了 公珠想要爬到窗户边 呼喊中度 可身体并没有赋予给她 这样的能力 她只能打开旁边的收音机 播放着音乐 以此来回应着恋人 树枝巨腕 中度该走了 她大喊着殿下 向公珠坐着最后的告别 随后 中度被早已来到的警察 带回警局 影片的最后 公珠读着狱中的中度 给自己的信 打扫着自己的房间 他们仍旧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期待 电影《绿洲》是由李沧东编导 薛景舅文苏丽主演 于2002年上映 在同年获得第59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界 金师奖的提名 影片看似讲述的是一个不平常的恋爱故事 但实际上更像一个互相救赎的故事 反映的是社会边缘人群的内心 他们无法融入社会 也不被社会接纳 男主中度代替哥哥如玉 出狱后 没有被家人接纳 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没有生活的希望 只能以无所事事 留守好闲的形象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孤独 女主公主 爸爸死去 哥哥把她随便扔给邻居 自己每天只能拖着不受控制的身体 在房间内活动 幻想成为她唯一的娱乐方式 她的生活没有人在意 她的精神世界更没有人关系 大家都把她当作可有可无的人 或者说一个累赘 他们都是被生活与家人 抛弃的可怜人 唯有相互取暖 才能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他们第一次找到 能认真倾听对方讲话 在意彼此感受的人 他们是两个相互契合的灵魂 现实生活中像他们一样 身心不健康的人有很多 可是像他们一样 能幸运地找到那个 愿意倾听自己的人并不多 大多时候他们面对的 更多的是他人的歧视 志愿生活善待他们 让他们也能拥有 生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 而我们也可以给予他们 更多的理解 在路上看到他们 能像对待平常人一样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